你好,不要来政经,阿威,大家好 这部片出街是9月14日的,威,大家好 昨天是法政先锋6的《倖传社的救宿》的大结局 我觉得这部剧是挺好看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部剧开初的时候 最后那部剧得到这么好的成绩 讲一下我看完的感受 或者我觉得网络上的剧透 其实我也是很生气的 一会儿再讲 除了这件事之外,也想讲一下野南Live 刚刚那星期没有淘汰人出去 选人这个对赛战,我觉得也挺好玩的 OK,那好吧,我们先进正题尔 都请大家订阅,何志光有时候必记忆的频道 分享,留言,赞好,还有按铃铃铃 请你们每天的12点钟,或者晚上的时候 看看什么影片出 其实我们早两天 我们就出了一条片说 郑梓浩的性丑闻 我会觉得呢 这件事都算是肉酸到爆炸的了 的而且我要承认的 我说的内容呢 就集中于呢,张美燃 和这个,张美燃就是孙耀威的妹 和郑梓浩之间的瓜葛 但原来呢,听上去都挺复杂的啊 原来孙美燃都只是小四 即是说呢,大陆述议的第四者 小三的意思呢,就是第三者 即是两夫妻就两个人啦 都不分啊一啊二啦 两个人平等 但是,第三者 大陆就贬去做小 那就叫小三啦 那呢,其实呢 鄭梓浩呢 是原来同一时间呢 是玩 和三个女性呢 有亲密关系 那样 即是呢,这个呢 我只是想补充一点点而已 因为,现在爆料的是 她原本 同居七年的女朋友 事实上呢,鄭梓浩呢 她在纽西兰的时候 结了婚,生了儿子 但是后来离婚啦 那呢,她 她第一位女朋友呢 就是她回香港的时候 和她同居的 那她的儿子呢 都叫了她第一个女朋友 这个女朋友呢 做 妈妈 但是呢 现在的案子就说呢 她 就想着和鄭梓浩呢 都已经呢 感情都这么多年啦 应该稳定啦 当自己都是 是她老婆啦 不过就没真正扮手足啦 那样 但是呢,鄭梓浩呢 就不断呢 就去 搞女人啦 那样 跟着 说原来大陆呢 有个小三 那大陆的小三呢 这个鄭梓浩呢 又是软饭王 吃大陆那些钱 吃完大陆那些钱呢 就只见张美妍去玩一次呢 去中年好声音 那二的时候呢 那可能要等很久 那她就 啊 他着到 张美妍 那两个人呢 就搞了 那样 搞了的话呢 又骗张美妍 那就是呢 我 这个故事呢 现在才听得通话啊 就是她是软饭 我以为只是骗张美妍 只是骗她原本的女朋友 原来佛山那个都有骗啊 那样 都 都是人才来的 哈哈哈 她都是一个人才来的 不过呢 不说那么多了 因为 我觉得我说得不清晰 补一点点而已 那 我就想说呢 这个 今次是要说这个 法政先锋六啦 其实呢 可以说一句呢 我觉得法政先锋六个开初 那宗案呢 就不是很大的 那些 譬如说 呃 那个 那位 有个人 突然间死了 那样 原来是骗了毒尿 在那个 轻铁道 那轻铁道呢 轻铁道呢 就扯了些电 那些电呢 那些电呢 就算那些尿在凌空那样 那样 那些电呢 那些电呢 经过那个水柱 扯了个人 那里 就电死个人 那样 那我觉得呢 当然这件案就不是那么 那么激烈啦 那样 因为后面 发政先锋呢 有很多的谋杀案的 那些谋杀案 那些谋杀案 我觉得 后来在大结局都有提 就是说 有个app 你去用app去咒人呢 咒得厉害 也都是有 課金課得多呢 那个人就塞机无神死了 好像意外死 但原来呢 是一个谋杀 那样 那我觉得呢 这个概念呢 都挺精彩的 跟着呢 他在发政先锋 六个 完结的时候呢 就 用回这个app 的概念呢 他就说 有个2.0啦 原本的app 倒了 现在翻山 接受公众的 募捐 你众筹得多的话 给钱给得多的话 那你咒的人 就会突然间意外死 那当然啦 所谓的意外死 就 一定是谋杀啦 那样 后面的案是大一点的 前面呢 的而且 很多都说 那个人 头上脚下 那一堆勾 就勾死了 原来他吸到 意外而已 那你会觉得 不是那么大 那你说 查这个 的收视 是头几宅 不是很厉害的 但是你说 头几宅 是不是不好看呢 我觉得都很奇怪 不断说不好看不好看 我觉得呢 里面有很多的 关于法证上的一些知识 你看完都会 起码都会 学到一些东西 甚至我说 我之前都说过了 里面说 原来迷奸水 都是 如果别人请你喝杯 是蓝色的话 迷奸水很容易混入了 因为色水差不多 所以如果见到对方 给你喝杯蓝色的东西 小心点 各样各样 我觉得这里都是 我不去蓝桂芳 不懂的嘛 我学到这些知识的时候 我可以跟我女儿说 你小心点 什么什么什么 小心 别人 原来有一些恐怖的 什么叫 枝水的东西去迷奸 其实到剧呢 我觉得真的很专业的 有很多 关于法证上的知识 又或者说 看他们查案 如何捉捉纤维 什么什么 你是很专业的 很明显香港 很多这些政府部门 将他们查案的心得 扭一点点 提供给TVB 希望帮 说给市民听 原来香港警察 是很可敬的 法证部来说 某个程度上 都是跟香港警察 很有关系 但是不是直接 under香港警署 他是under政府的 发验所 但是他 的而且跟警察 是一起同路同步去查案的 某个程度上 我觉得 法证的部门 他们做很多事情 都是劳苦功高 警察 都是 这部剧起码都是 很正面的 传播信息 就是告诉你 警察和法证 是同路同步去帮人 去帮一些死者 查到谁杀他 就伸张正义 警察是正面的 这部剧 我觉得这部剧 这部剧 这个方向应该是很好的 虽然很密集 整天死人 整天死人 但是这部剧 说这些东西 就会整天死人 就是了 香港一个七百万的城市 陆续有人死也不奇怪 我觉得 在网络上面有很多人 是很恶意地污蔑这部剧 但是最后这部剧 是用他自己的质素 争取到一个高收视 这个就是说 你网络污蔑是没用的 原来这部剧 自己好看 就自然有人看 就是你看到 蔡杰那个角色 很深入民心 就是他做法医 他不断就像配角那样 验尸 验尸 这部剧就验尸了N 那么多一条尸 但是林东美 他自己出事了 就是在23集 看到他出事 就变成了有人是告 就是变成了 怀疑他杀了 关楚耀 那样 其实关楚耀 其实他幻想出来的样子 真实是林景晴来的 这个也是精彩的 就是他一直以为 林景晴的样子就是关楚耀 关楚耀的样子 就是在法政五来说 就曾经想杀他 吓到他 有创伤后遗症 所以他见到 林景晴就很主观地 当了 他是关楚耀 那整部剧就见到 关楚耀不断演戏 但其实原来真正来说 是他将 第五集的关楚耀 代入到林景晴 这个也挺精彩的 这个说法 无论怎样也好 你看他这么正经去查案 查了十多二十集 突然间 第二十三集 见他 是很可疑 是他 去杀了人 那会替他紧张的 那些 我最生气的地方就是 那些网络的 那些恶意的声音 叫人不要看这部剧 乱踩之余 他甚至做一些假的剧透 就说 哎呀 蔡杰呢 最后 蹲了牢 杀了人 我说 我说 我听了一个这样的结论 但是又没看嘛 二十三集没播嘛 差几天 我见到结论 在Facebook看到 后来现在才知道 原来是一个假的剧透 一会儿就说 哎呀 袁伟豪 袁伟豪 和傅嘉莉上了床 但是结局就是 袁伟豪 警察的角色 和傅嘉莉呢 是最后没有一起 但是他照顾人家 寡妇 就是寡妇 就是死了老公 寡妇 和孤儿 但是呢 没有和对方产生 真真正正的性关系 他只是很深地照顾人家 孤儿寡妇 而已 那 就是 我最讨厌的是 为什么要这样网络做假呢 放一些假的剧透呢 那套剧不是这样的 你去放一些假的内容 哦 你说 哎呀 其实这个 你知道TVB的剧 现在是有优先看的 在MyTV Super 然后呢 他说 他和这个合拍剧 和这个 无论是 邱浩也好 或者是腾讯视频也好 人家那个视频 又会说 早一个星期 那 我知道有人 早我一个星期 知道剧情 但是 你最后 是你们 说看完剧情之后 你说些假的剧情 给别人听 这个我觉得 这个呢 是很厉害的 就是这个呢 我是看完呢 这个感受最深 打几火 但是什么都好 我觉得这套剧好题 那 野南拉呢 我就没时间说那么多了 但是呢 这个团赛呢 呃 下个星期会进入呢 就 会有淘汰阶段的 这个团战 那 值得留意的呢 就是第一组 第一组呢 是 李健熙 吴宇軒 跟着呢 跟着呢 鄧家朗 鄧家朗很贵 跟着呢 阿Kesh呢 颜英豪都很贵 这一组呢 是最强大的 就是 有两个重肌肉型的人 跟着呢 那个 Eric 吴宇軒都很灵活 李健熙就 中大了 看上去就不是很大健 事实上呢 很大力 很快的 就是呢 我会见到呢 嘩 其实呢 有一组呢 特别大隻呢 真的挺有看头的 啊 所以呢 我觉得大家可以留意的 啊 说到这么多